這樣已經幫上很多忙了 你會發現 這個已經OK了 那可是問題來了 再來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其實下一步我是覺得啦 沒有AI沒關係 因為這樣已經很好了 因為他已經告訴我說 他的那個字是哪一個字 有沒有 那只要你加1有沒有 所以你後面只要加1 為什麼要加1 因為 第六個字是區 你應該是第七個字 才是下門階嘛 OK 所以如果你加了1 OK有沒有 加1表示說那個字開始 那你只要 加1之後取三個字 不就下門階了 所以這個後面簡單的 所以我就把 加1之後的公式 剪下來 再用一個函數 應該是中間 要取中間的吧 應該是哪一個 the mid 這個應該 滿常會用到的 所以mid函數 那你就把 mid這個給他 然後三個問題 第一個 你的地址在哪裡 test吧 在這裡 第二個 你哪個字開始 那就第七個 所以你把它貼上 因為我剛剛有加1有沒有 記得喔 如果你沒有加1的話 它會變成區開始 那有幾個字 三個字 下門階 但是這個還不正確啦 我們只是初步的 OK 按確定 下下填滿 OK 看起來好像OK 但是有點不太OK 哪個地方不OK呢 中校東沒有路 怎麼辦 新生北沒有路 南京東 這怎麼辦 自己補吧 沒有啦 你想不到你就只能自己補啦 不然怎麼辦 OK 所以如果 好 那問題應該出在哪裡 就是有的三個字 有的四個字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規則 三個或四個字的規則找到 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那問題來了 我怎麼知道是三個還是四個 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讓我知道的 如果有 那這個問題簡單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要把問題想出來 那我自己想啦 這個是我自己想到的 你也可以問一下ChargeT 因為我覺得這個 那我把它先感受一下 把它還原一下 那這裡的話 為了我要知道說到底 它是三個字 還是四個字 那理論上 我們還有一個方式 就是你可以使用剛剛這個 類似的規則 剛剛的規則是什麼 如果沒有零 就找理 再去找區 那好 同樣的道理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廈門街 有沒有 或者是忠孝東路 或者是市民大道 應該市民大道 也可能有啦 也 所以理論上 有幾種可能性呢 就三種嘛 不是街 那就是路 那就是道嘛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 其實比較簡單的辦法 這個先不要加1 把它back回去 我把它恢復成沒有加1的狀態 那我想到的方法 就是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複製起來 取消 再到旁邊 貼上 只要改就可以了 該什麼呢 對嘛 有沒有三個 剛剛好 三個就不用再多 也不要再少 因為剛好三個 那如果未來有四個 你再補一個就好 如果兩個 你再減一個就好 應該知道這個邏輯吧 所以跟各位講 這個地方的應用還蠻廣泛的 以後只要你要取的資料是在 不確定位置上面的頭尾 但是它的頭跟尾是有固定一個 出現應該的那個規則 你就把它抓出來 你就可以用同樣一套方法 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我覺得很多地方我都這樣用 還蠻好用的 所以你只要貼上之後改成什麼 改成路接到 那路接到的順序 其實就不用按照哪一個先哪一個後 為什麼 因為它路接到就一個 它尾巴那個就只會是接或者路 它不會有什麼接路 或者是就是不會重複出現那三個字 也如果不會重複出現那三個字的話 那就不會有順序問題 可是為什麼零里區一定要照順序 因為我要一定是優先 如果有零 就以零那個位置的下一個字 OK所以會有順序喔 那這邊就是改成路接到 好那這樣的話呢其實就OK啦 所以其實這個是我想到的 應該是比較相對簡單的吧 路接到 當然如果像同學問的啦 老師有沒有更簡單的 如果有請你告訴我 我會想知道 OK打勾有沒有 6、9 那不是就把什麼 把9減掉6不就是幾個字了嗎 對不對 向下填滿 那再來 當然我們分三階段好了 這樣比較好理解 1是零里區 2是路接到 3就是直接用MID MID再來了 這樣比較簡單 也比較好理解 D值給它 嗯 這個字加1啦 有沒有 6要加1 第七個字 那要幾個字 就是把這個 減掉 這個 那就三個字 向下填滿 就有了 OK 好 那最後的話你想說 老師那這個前面這怎麼辦 好 當然有幾個方法 要不你把它全部串一個公式 如果你不想的話 就把它按右鍵隱藏比較好 不過還是有同學說 這樣好像不太 不太OK 所以如果你假設說 你希望把這邊的公式 全部就變成一串的話 那你可能要做幾件事吧 就是把這邊的公式有沒有 只要是看到H2的話 就直接拿這個公式貼過去 那如果這邊看到是I2的話 就把I2裡面的公式貼過去 就串在一起了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我試一下 有沒有這邊很短對不對 這邊看得懂 但是我希望 就是把它全部串一起 不要分三個 因為理論工作上 如果要分三個 這樣好像會很怪 OK 所以比較簡單做法是H2的地方 直接就拿這一串公式貼過去就好 等號不要選到 複製按取消 貼到這邊有兩個H2 所以H2看到的話 貼上去就好 H2貼上去就好 不要多也不要少 蓋掉H2 好打個勾 這樣不會變 但是公式變這麼長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I2 有沒有I2 I2這個的話呢 同樣的方法 就是再找I2這個 選了之後不要選到 這個等號有沒有 記得喔 選完複製按取消 動作不多啦 但是一個都不能做錯 所以要很細心 看到I2對不對 蓋過去 最後的公式這麼長 不過一般看到這麼長的公式應該都會 這怎麼做出來 OK 好啦其實就貼出來的啦 至於到底裡面怎麼樣 你不要做錯它就不會有BUG 最後的話這個路接到欄會名稱 Ctrl C 貼過來 那這個就把它刪掉 沒有因為沒有向下填 因為這個還是舊的嘛 OK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如果這個還做得出來 但如果你要一次就把它全部 那不太可能啦 不太容易 所以喔 你可以漸進的 這漸進應該簡單很多吧 如果你叫你一次就把這個做出來 這怎麼可能 OK 所以喔 我把這個倒車一下 應該知道 我剛剛是這樣 分三階段 這個是原來的 這個是貼過去 改路接到 那這個的話就是 這個是用 就是簡單的 最後再把它貼 H2就貼過去 I2貼過去 OK 試一下喔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這個範例啦 我是建議喔 你其實是可以用在那個 不特定的位置 取得你要資料的地方 都可以用類似方法 就不需要用人工的方式 慢慢去選取和複製貼上 不然我在猜啦 應該很多人 不會這個方法的話喔 那真的就累了 OK喔 試一下喔 那最後的那個公式喔 其實雲端白板上面也有啦 你們可以再參考一下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3頁